日本只有商品和吃美食吗 还可以有更有意义的行程哦 今年夏天的尾巴 跟随Ressence一起去东京来一场 美丽且充实的花艺设计之旅吧 这次行程的内容包括有 1. 拜访三位不同风格的大师级花艺先锋 2. 课程升级 深入学习三个整天的专业花艺课程 3. 考察三家东京最值得学习的大咖画店 4. 参观原汁原味 最新科技的TeamLab 大规模沉浸式互动展 5. 探秘日本最大的花艺资产供应商 这是一场花艺与艺术的日本之行 不可多得的人生体验 更是一场收获专业知识的花艺游学哦 对这次行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这个微信进行咨询 或者直接给BBS留言哦 期待你的家哦 大家好我是BBS 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家东京花店的主人叫青江建一 他曾经在法国学习过花艺 然后又在当地的花店工作了好多年 那他的花店呢 是位于在新宿的一片居民楼里 虽然他的店非常小 但是呢里面却装满了花 今天我们要去一家当地花仪式朋友介绍的他的朋友开的花店 那我们现在就在过去的路上 路上啊 基本上都是居民去 就非常的安静 今天天气特别好 看一看日本绿化都种些什么 雪里藕 猪葵 水仙 看到一株 山草啊 水仙 好棒 现在 导航让我们走了居民去 这花好好看 好看 哇塞 太美了吧 我看看 看到 好大好大巨无霸 玉京香 你看 有那么大 我的手放在他旁边 那么大 天哪 天哪 好继续走 一般我们去老师那边上课啊 还有去一些朋友推荐的 就当地朋友推荐的一些小地方 都会绕到这样子一个居民 就类似啊 就是很多居民住宅集居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因为一般旅行的话肯定不会来这种地方嘛 哎 看 看 这小个子 哦 我们找到了 这家小花店 藏在居民楼里的小花店 它门口呢 就有很多 种植的小花 盆栽类的 看一下价格 这个大约人民币大概就20块不到 一小盆 嗯 然后 这一个的话 是 嗯 30块不到吧 哎 这好可爱 村口的 这地方呢 它还挂了一些干花 嗯 现在是 关了 但是 嗯 它们开店时间是11点 所以我们 跟 朋友约了嘛 所以就提早来了 可以先去跟他聊一聊 啊 这个是他的营业时间 这个火药日好像是周六的意思 胖胖 火药日是什么意思 哦 sorry 周二 Jerdan Gostaljikへようこそ Floristの葵玲一です 今からお店をご案内しますので どうぞ 中をご覧くださいませ お店 お店 お店の中はたくさんのお花をご用意しています 隠れているお店なので 皆さん まだまだ歩いて来てくださるので 常にたくさんのお花を並べて いっぱいお花を見てもらえると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お花は色ごとにたくさん並べていますので 自分に合わせてお花を見てもらえると思います お花の他にも雑貨もたくさん置いていて お花をいける花瓶と あとフランスで買ってくる雑貨とか あとは手作りの雑貨とかを並べています 中にたくさんお花もありまして あとは天井にもたくさんドライフラワーが並べておりまして 最近はドライフラワーもすごく人気なので 常にお梅を用意す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一番奥には もう一人のコーナーの加藤のお菓子を並べています 季節に合わせたメニューで 焼き菓子は常に販売しています こんな感じで お花とお菓子とあと雑貨で来た人に たくさん楽しい気持ちになって 帰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なお店に でき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他有和BBS說 他会經常会在花市碰到 大米英知和Lauren老師 這兩位老師也是跟RSNS 合作的日本話語遊學的老師 那像当地很多日本有 比較注重品質的一些花意師 都会親自去花市挑選当天所用的花材 今天店主 我會給他的客人 花一刻 他們會有一堂花一刻 是用的印花 這個是今天要做的一個Pouquet 但是 我朋友跟我說 這個其實不是他店的風格 就是做了一些有趣的一些設計 他平常 他會這種色彩 這麼繽紛的 就比較不日式 可是他今天是特別做這種 比較色彩多一點 OK 剛才有跟我解釋 這個是天空 藍色是天空 然後櫻花 然後這個是 What's this? 這是 農田那種 農田那種 是嗎? 農田那種 是地 是地 OK 可能我們可以在那裡 我們可以看到櫻花 哦 OK OK 想像人在這兒 然後看櫻花 然後看天空 這個是他平時的一個風格 就配色的話 就相對會不會色彩那麼多 然後我自己感覺 就是還是挺法式的 BBS呢 有問清江老師 在他的花店裡 會不會做一些架構型的作品 他的課程會不會喜歡呢 他是這麼回答我的 他說他在法國的時候呢 有做過類似的架構的一些作品 但是在現在這個花店呢 因為猶豫太忙了 做架構呢 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他目前沒有做 而且這個市場的需求性呢 他覺得也不會非常的大 香溫豆花 我最喜歡的 藍盆花 那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他空間不大 小小的 在日本的花店很多都是小小的 他們這邊的這小花店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耶 我覺得養的都挺好的 來 再繞一圈看一下 再繞一圈看一下 這個呢 是他們做的甜點哦 他們不是有兩個員工嗎 就兩個合夥人 一個合夥人正在廚房做這些甜點 哦好可愛 剛才發現了這邊有一些小卡片嘛 我發現圖案特別好看 他說是他朋友畫的設計的 哇小奶 這次視頻就到這裡了 那BBS會再一次組織一次花藝遊學 那如果大家對東京的有些花店感興趣 或者想要問老師一些問題的話 歡迎給我留言哦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視頻 給我點贊 關注我 並且轉發 那這也是大家對我最大支持了 謝謝 那記得關注我哦 拜拜 掰掰 我們下載的視頻 按讚 小鈴鐺